警方活速赶到现场 甚至救护人员也跟着过来 原来是有人昏倒 情况紧急 带来看现场画面 救护人员不断急救 好在最后送医没有大碍 事发就在新北市板桥区一栋公寓 一名男子欠债没还钱 两名债主上门讨债 发现公寓一楼门没关 人就闯进去 在楼梯口不断叫嚣 结果男子父亲听闻声响 一开家门 两人立刻冲进去 不分青红皂白拿铁棍殴打他 男子父亲也随手拿起工具相反击 带来听男子父亲说明 结果其中一名债主过程中 竟然气到昏倒 救护人员抵达急救 索性送医治疗没有大碍 警方将两名债主 依侵入住宅 还有伤害现行犯逮捕 不过过程中 一名债主也被男子父亲打伤 因此对男子父亲提高伤害